冰语从句 有人说怎么又学这个呢 因为从99课开始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讲到冰语从句了 是吗 那冰语从句呢 也是在一侧当中讲的最为全面 最为系统的一个符合句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会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 要研究的是冰语从句的语序 其次就是要梳理 在冰语从句当中有哪些可以用来引导的词 接下来就是告诉大家 出来一个句子 你怎么能够识别它是冰语从句 当然还要补充一个小点 就是在冰语从句当中存在一个否定前移的事 好了 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注意在最后面那个字母A呢 很多人喜欢读extr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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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儿话音读作extra 而不是tour这个音 OK 再来一遍extra extra OK 它呢是个形容词 意思叫额外的 也就是说呢 你一般情况下正常就完成这些 然后那些是额外要做的 所以呢 我们经常所说的extra work 就叫额外的工作 那请问大家 现在互联网行业非常流行的996 就是每天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一周工作6天 简称996 嗯 干嘛呢 对呀 就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所说的汉语当中的加班 就叫do some extra work do some extra work 这是加班的这个动词的短语 有人问 你需要加班吗 那就可以说 do you need to do some extra work do you need to do some extra work 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当然对于工作的人士呢 可能需要加班 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课程要学 所以呢 对应 extra work 那课外班就叫extra class extra class 那我们现在来举两个例子 请他先来看这个工作人士说的 I have to do some extra work today I have to do some extra work today 今天呢我要加班就这么说 那小朋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the boy has a lot of extra classes the boy has a lot of extra classes 就是这个男孩啊 有很多课外班要上 优语的 语文的 数学的 钢琴的 跳舞的 等等等等啊 这些都简称extra class 复述形式是extra classes OK 好了 这就是有个语extra 这个单词我们需要知道的 下面呢 请看这个词叫engineer engineer 一看呢 这是一二结尾的词 所以呢 它是一个表示人主业的词 对吗 叫工程师 我们再读一遍 叫engineer engineer 那一类工程师 你还记得吗 前面的罐词需要用到en en engineer OK 那下面呢 还会有一个在engineer 这个词上面做的变化 我们稍后再来专门说 下面先来看这个吧 叫做overseas overseas 注意 读音的时候呢 由于有字母v 这个字母 所以呢 你需要上牙齿咬住下嘴唇来读over over 而不是over over overseas overseas 好的 这是个学生词 名字叫海外的 或者叫国外的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修饰一个另外的名词呗 比如说an overseas friend 那就是一个海外的朋友 对吧 再比如an overseas company 一个海外的公司 company 马上就会说到 有人说老师呢 我们以前还说过这个呢 记得吗 abroad abroad 这个词呢 也叫做在国外 或者国外的这个意思 但是呢 你发现 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 可是词性完全不同 overseas是形容词 而abroad是一个副词 所以呢 这就这个决定了 他们在用法上有很大差异 abroad 经常的用法呢 是放在动词的后面 举个例子 go abroad 是不是叫出国 还有study abroad 叫做国外留学 还有travel abroad 叫做出国旅游 还有live abroad 那就是定居国外了呗 所以呢 这个副词abroad 它经常用在动词的后面 而overseas呢 经常用在一个名词前面 去修饰这个名词 所以呢 词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 好的 下面请继续往下看 刚刚说到engineer 是工程师 而现在呢 我们在它的后面加上ing 就变成了engineering engineering 再读一遍哦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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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的意思呢 叫做工程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工程 另外呢 还有就是 在很多大学当中 是不是有这么一门 学科 就叫什么什么工程 比如土木工程啊 blah blah工程 对不对 所以呢 当它作为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说 或者作为一个学科来说 它是不可数名词 因为我们平常所说到的学科 都属于不可数 比如说艺术 art music 音乐 science 科学 还有这个词chemistry 叫做化学 这些都是不可数名词 也就是说 凡是学科类型的 都属于不可数名词的范畴 OK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词 和刚刚engineer 这个词的这个翻音 它的重音在near上面 engineer engineer 这个叫engineering 很多人比较喜欢读engineer 这样就不对了 engineer near是重音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 看这个词叫公司 company company 因为它是个名词 而且是可数的 我可以说两个公司 do companies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下面呢 是这个词叫线路 一块读叫line line 注意的是 里面有一个双元音 是要把嘴巴张大 i i l i li 然后呢 后面还有笔印 加上去叫line line 它的意思叫做线路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举比较常见的哈 比如说 现在在很多的城市 是不是都有地铁 地铁呢 每一条线路都会有固定的 几号几号的这种啊 名字 对吧 比如说是地铁13号线 我就可以说subway line 13 subway line 13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这个line 后面可以加上一个数字 表示几号线 比如说啊 地铁10号线 可以叫subwayline 10 subway line 10 这个subway 就是地铁的意思了 因为sub是下面 way是路 合起来就是地下的路 那就是地铁了 right OK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一刻的所有单词了 那跟他的妻子 约好了去朋友家吃饭 但是呢 由于他有加班 所以他就要提前沟通 啊 那个我们要晚点到 然后呢 你那边需不需要帮忙 等等的事情 可是呢 他要给他的朋友 John Smith 打电话 后来发现 接电话的人 也叫John Smith 可是呢 并不是他那位朋友 而是正在修理电话的 一位工程师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篇课文当中的 七个小点 专门拿出来说 其中呢 只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事 第一方面是有关于 在英语当中的 电话用语的表达 第二件事呢 是围绕着今天的重点 冰语从剧展开的 好了 那现在呢 先请大家来看 课文当中的第一句话 Is that you John 是你吗 John 大家发现呢 这就是一个在电话 当中所用到的 所说出来的话 对不对 那大家会发现呢 在英语当中啊 电话里面说话 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话呢 是有比较大差异的 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 最常见的不同 我们先来说这句话 你是Lucy吗 我要是当面问一个女孩 你是Lucy吗 那我是不得这么说呢 Are you Lucy Are you Lucy 但是如果呢 我在电话里面问 你是Lucy吗 那就不用这句话了 而需要改成 Is that Lucy 或者 Is this Lucy Is it Lucy 也就是说呢 这个that this 还有it 都是可以的 但是是不可能用 Are you 这样的句型结构的 因为它毕竟不是 面对面来说话的 当然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改为 咱们书上的这种结构 叫Is that you 然后再加上 这个人的名字 比如说Lucy Is that you Lucy 所以呢 在电话用语当中 就可以采用这些方式 接下来 如果你要做 做介绍 你说我是谁 比如说我是Venus 那面对面的时候呢 都是I am Venus or I'm Venus 可是呢 一旦打电话 就不可以这么说了 那怎么说呢 来请看 我可以说 This is Venus This is 或者直接说 It's Venus 这都是在电话用语当中 表示我是谁 的句型结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想说 我是谁 请讲 或者说 你是谁吗 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谁吗 这个句子 我们再说一遍 叫Is that you 再加名字 接下来呢 在这个书上呢 也会出现一个 在接电话的时候 所用到的 请讲 就叫这个 叫Yes Speaking 就是我就是 你要找的人 请讲吧 就用这一个词就可以了 Speaking Speaking 就这一个字 说话 然后加上Ing的形式 就可以了 OK 好了 这是在课文当中 我们要知道的 第一个层面的事 就是有关于 在电话用语当中 现实生活和电话 当中的一些差异 但是实际上 除此之外呢 正常情况下 你平常面对面 怎么说 电话里面 都可以这么说 也就是说 除了你是谁 我是谁之外 正常其他的情况 都是没有差异的 和面对面说话 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太顾忌 太紧张 觉得一接电话 就跟平常都不一样了 然后就特别的紧张 不需要这样的 因为除了这个 再没有什么别的区别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整个的课文当中 去寻找今天的重点 那就是宾语从句了 请大家先看这句话 Tell Mary We will be late for dinner this evening Tell Mary We will be late for dinner this evening 翻译成中文呢 叫做告诉Mary 今天晚上呀 我们要这个晚点到 去吃饭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在这个 整个这个剧情当中 找到一个最重要的框架结构 Tell这个单词 是不是一个动词 那我们知道 动词打头没有主语的 都叫什么呢 对的 都叫做起始句 所以呢 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起始句 Tell Mary 那Mary呢 是Tell的第一个宾语 接下来告诉Mary 什么内容呢 请看 We will be late for dinner this evening 全部都是宾语 对不对 而你发现呢 这个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就相当于一个 用句子来做宾语的 完整的句子 那叫什么呢 对的 叫宾语从句 所以呢 这句话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宾语从句 只不过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呢 有两个宾语 Mary是一个宾语 然后后边的种句 又是另外一个宾语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需要知道句子当中 就是宾语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表语 叫be late for 这个be呢 就是isMR with were 都是可以的 从而表达一件 什么事情呢 就是for后面的 这件事情啊 迟到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 He is late for class He is late for class 就是他上课迟到了 再比如说 They were late for meeting yesterday They were late for meeting yesterday 就是他们开会迟到了 那你发现没有 for后面所加的词 都是什么词呢 对 都是名词 比如说上面的dinner 是名词 下面的class 还有meeting 这些词全部都是名词 所以大家可以把be late for 加名词这个结构记下来 就是做后面这件事情 晚了 迟到了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 并语从句话 请看这个 I'm afraid I don't understand I'm afraid I don't understand 我已经把这个划出来了 I don't understand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对不对 那前面有I am afraid 是一个主细表的结构 那我们知道 在宾语从句当中 有那么一些特别特殊的 比如说 I'm afraid I'm sorry 还有 I'm sure 等等这样的结构 字面上看起来是主细表 后面又加了个宾语 但是实际上 它们是宾语从句当中 非常特殊的一类 对吗 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 非常标准的宾语从句 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发现没有引导词 对吗 是因为在宾语从句当中 that 它其实没有意义 所以在所有的引导词当中 that是可以被省略的 所以这句话原本是 I'm afrai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但是这个that就不要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你知道另外的 其他引导词 if或者是 what when where 这些由特殊一类词 变身过来的这些 引导词是不可以省略的 因为以上所说到的这些词 它们都是表达实在意思的 所以是不可以随便省略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它不是宾语从句 但是我们需要用它来复习一个 以前学过的非常重要的语言点 请大家看叫什么呢 hasn't mary told you hasn't mary told you 这句话呢 如果我们把hasn't后面的这个int去掉 否定意义的去掉 剩下的就是has mary told you 意思是到目前为止 mary有没有告诉你呢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句子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mary有没有告诉你 但是呢 原句并不是has mary told you 而是hasn't 那你还记得吗 这叫什么 嗯 这叫做否定疑问句 就是在最开始的那个 助动词啊 细动词啊 等等上面加一个not的缩略式 表达什么意思呢 表示难道 或者是难道不 对吗 所以这句句话 hasn't mary told you 言下之意就是 难道mary没有告诉你吗 所以呢 表达这个说话人的一种情感色彩 他觉得应该告诉你了呀 怎么会没呢 就表达这个意思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寻找便宜从句 I said I would be at your house at six o'clock I said I would be at your house at six o'clock 依次去说呀 我以前说过 我呢 将会在六点钟的时候到你们家 那这句话呢 其实首先我们发现 I would be at your ho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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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对不对 那么这个完整的句子呢 在sad这个动词后面 那我们知道 去识别一个便宜从句 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动词后面 加完整的句子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判断 这是一个便宜从句 那判断完之后呢 还请大家特别的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时态 呃 便宜从句呢 有两个时态结论 第一个 如果主句是一般现在 从句呢 随便用什么时态都可以 但是一旦主句变成一般过去式 从句呢 要相应的过去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句子 主句是I said 一般过去式 所以呢 这个句子原本是将来时 因为它想表达的意思是 今儿晚上六点 我回到你们家的 是不是就是一般将来时 然后现在呢 由于主句发生了改变 所以呢 原本的will 就要往前推一下 变成would 所以这就是由主句的动词时态 引起的 便宜从句的改变 所以呢 这句话就验证了一个结论 主句一旦过去 从句要相应的过去 好了 那我们一块再来 把这个句子读一点 I said I said 顺便问一下他住在哪儿啊 By the way where does he love 所以呢 在这个你说出一个完整句子之前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做一个过渡 By the way 好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 接下来请来来看后二的部分 my wife wants to know if Mary needs any hope 我们需要把这个句子的框架结构 这个划分一下 首先 my wife 自然是主语了 对吗 给大家这个主语发出的动作是谁呢 对 叫做wants 所以呢 这个动词自然是味语了 对吗 好 接下来你发现所加的是一个不定式 叫to know 好 这个不定式在这里呢 是一个兵语的成分 也就是说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部分 my wife wants to know 已经是完整的主为兵的结构了 然后继续往下看 发现if Mary needs any hope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Mary needs any hope 所以呢 这是一个由完整的句子 做另外一个兵语的结构 所以呢 大家发现的整个这句话 就是一个完整的标准的兵语从句 而且你发现是有两个兵语的 to know 不定式是一个 然后呢 if Mary needs any hope 是另外一个 那么在兵语从句当中呢 其实这样的类型 或者长成这样的兵语从句 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一般来说 通常情况下 有两个兵语的 第一个兵语一般都是人 而这个呢 是一个不定式 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 另外呢 大家需要知道 它的引导词叫做if 对吗 if在这里表达的中文意思 叫做是否 和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在最后关注一个事情 就是在兵语从句当中呢 我们说 虽然 这个肯定句啊 一般疑问句啊 或者是特殊疑问句 都是可以做兵语的 对吗 但是 如果是疑问句的语序 你需要把它还原成一个陈述句 所以大家会看到 Mary需要帮助吗 是这个人本来想表达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句子 整句话 她想表达说 哦 我顺便问一下 或者说 哎 顺便啊 我妻子想知道 Mary需要帮助吗 对吗 那请问大家 Mary需要帮助吗 这句话原本应该怎么说 对 我们会用这句话叫做 Does Mary need any hope Does Mary need any help 但是你发现 这个编语的部分不是这样说的 看叫做 If Mary needs any help 就是因为在编语同句当中 你要把它还原成一个陈述句的语句 这个does就不能用了 然后呢 Mary need 这个need的后面 需要体现三单形式 然后加一个s 最后呢 由于这是个一般英文句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引导词 叫做if 于是呢 这个完整的编语同句就出现了 好了 那我们一块再来读下这个句子 And by the way My wife wants to know If Mary needs any help 顺便啊 我妻子想知道 Mary是不是需要帮助 这就是这句话 所表达的全部的完整的含义 所以你发现没有 就是在整个这个文章当中 它所出现的编语同句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帮助大家去巩固和复习 有关于编语同句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 小的知识点的 好了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句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但发现这个句子的结构 也很容易去划分出来 I是主语 接下来no是一个动词 只不过现在呢 前面加了个否定型是don't 但是是不影响它的结构的 从结构的角度来说 don't know 是可以放在一起作为语的 好 接下来所缺的部分 就是整个这个部分了 You are talking about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且呢 它是整个这个句子当中的宾语 所以你发现 这又是一个用句子 来做宾语的完整的句子 那就是宾语从句了 对吧 那大家仔细看 发现这个句子的引导词是谁呢 对的 叫做what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个词可以省略吗 不可以 因为在宾语从句当中 所有的引导词 只有一个that 由于它没有意思 所以可以省 其他都是不可以的 另外就是语序 听到大家 平常你要问别人 你在说什么呢 你会怎么说这句话呢 对 你会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对吗 但是呀 由于这是宾语从句啊 你得放在动词后面去用 所以呢 需要把这个特殊一文句 改为一个陈述句的语序 那就是 you are talking about 所以呢 完整的句子就变成了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翻译成的重要意思呢 就是 我不知道在说啥呢 OK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课文当中 所有的 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的 这个重点和难点 剩下的内容 对大家来说 没有任何的挑战 所以接下来呢 当大家把课文熟读到 三到五遍的时候 就可以看着后边的参考译文 把这个英文说出来 或者是写出来了 这两种练习方式 一定会让你产生 极大极大极大的学习效果 以及今天要新介绍的内容 一共是六个小点 好了 现在我们就从 大家最熟知的 什么是定语 宾语从句这个概念出发 大家记得吗 99课 我们通过反复的 验证推理 最后得出 宾语从句就是 句子做宾语 对吗 从而呢 我们得出了很多 符合句的概念 比如说 什么叫定语从句 句子做定语 什么叫时间状语从句 句子做时间状语 什么叫条件状语从句 句子做条件状语 对吗 好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关于符语从句的概念 接下来有关于符语从句的实态 在99课以及133 135 这几课当中 我们分别的讲述了这两个结论 还记得吗 99课呢 主要说的是 主句一般现在 从句随便 任意时代都可以 而到133和135课呢 我们推理 我们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是主句如果是一般过去 从句呢 要相应的过去 而这几个字 相应过去 实际上 所包含的这个内容 实在是过于丰富 所以呢 那如果大家还对这个内容有质疑的话 或者说还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可以回到133和135课 再重新看一遍 好吗 好了 那这些呢 都是这之前 我们已经比较清楚的学过的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要罗列一下 有关于符语从句的种类 当说到种类两个字的时候呢 有同学说 我们好像只学过一个类型啊 就是长那样的 比如说 一个主语 然后呢 加一个动词谓语 再加个that 再加这个句子呗 对不对 通常情况下 这个that呢 有些时候还会省掉 对不对 可有可无的 好像通常情况下 见到的就是这些了吧 还有别的吗 其实还是有的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见过了这一种类型 好了 那接下来 在今天呢 我们就会见到其他的另外两种啊 在说这两种之前呢 先不要着急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熟悉呢 这是咱们在第99 100课当中 在100课的左边 给大家梳理的那么一张图 然后上面包括了 在99 然后101 这两课当中所出现的 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去判断和识别的 大部分的都是从sass到这个understands这些个类型 也就是都是一个动词 但是也有非常特殊的一类 就是呃 诸语完了之后呢 加细动词 然后会加上 afraid sorry sure 或者是hope 这些非常特殊的形容词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说 这种类型的背语同句呢 属于啊 非常独特的一种 大家呢 可以把这种啊 拿到这个规则之外 去专门理解 不用说死磕 啊为什么这个就不是我们所啊 分析的那种主位 然后加大加句子的这种结构啊 因为它们是比较特殊的类型 好的 那再接下来呢 大家看到就是that 再往下就是 he is he feels he怎么着都可以了 也就是说后边 that后边那个句子呢 只要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随便它是什么样类型的 主位主位兵主席表等等的 都可以 对不对 好的 那其实呢 这些啊 被我们统称为啊 兵与从句的第一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它们都属于一种类型 呃 接下来呢 我们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 兵与从句的另外两种类型 另外两种类型找什么样呢 我们先来说第二种类哈 呃 首先呢 你会看到that是不会有的 绝而代之呢 是一个词叫if if 当很多女生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 马上想到的就是如果呗 但是 if这个词翻译为如果呢 那是在条件终于从句当中的 就是在啊 1307课 我们说如果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候 if才叫做如果 可是今天呢 它已经不再是如果的意思了 那是什么呢 你要记得 它翻译成中文叫是否 就是是不是那个是否的意思啊 所以呢 你需要在这里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笔记 if的意思叫是否 好 那也就是说if 取而代之了that 接下来还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 后面那个句子呢 就会和前面 that后面的句子有很大差异 你发现啊 that后面的句子呢 严谨的来说应该大部分都是肯定句 大部分啊 然后呢 如果你换为了if 那后面这个句子呢 通常都是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 有人说 那这个有什么再大的区别呢 我先告诉大家 需要一个一般疑问句 但是呢 这个一般疑问句 会被改为一个陈述句的语序 比如说老师 你说的不是白说吗 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它通常都是一个问问题的句子 但是啊 这个问问题的句子 被改为了一个陈述句语序 它不再是一个问问题的 原本那个样子了 好 如果你要觉得我说的非常的抽象 没有关系 不用着急 接下来我们将会 做很多很多的 句型的分析 帮助大家来理解啊 大家看到呢 我这个已经变到了第四点 叫语序 陈述句语序 其实说的就是 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 一般疑问句后面的 陈述句语序的意思啊 但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主要看例子 请看 它是医生吗 这个句子 是不是咱们在第一课 就学过了 一般疑问句 把isMR调到最前面 好 就变成了一般疑问句 所以这句话呢 到现在为止 再做个各位 是不是应该脱口就能说出来 叫做 is he a doctor is he a doctor 对吗 好 那下面呢 我想说这样一个句子 我想知道 他是医生吗 我想知道 他是医生吗 请问大家 我想知道叫什么呢 嗯 你可以说I want to know 也可以用一个词叫wonder I wonder 这一个词wonder 就可以替换这三个词 want to know 好了 那接下来 请看 我能不能把is he a doctor 就直接搬到这个横线上 去表达呢 不可以 因为这个句子呢 是个一般疑问句 对不对 而在这个非语同句的 这个约束下呢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 一个陈述句的语序 那你再倒回来 把is原本提前了的 再还回去 就变成了 he is a doctor 好了 那我按照你的要求变了 现在行了吗 你来读一遍这个句子 I want to know he is a doctor 我想知道 他是医生 哎 你发现少了个妈字 好像就不是问的 那个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疑问的语气和意思 我们仍然是要保留的 但是我们不再通过 把这个句子 变为疑问句的方式来保留 而取而代之 一个词 就是把原本的那个引导词 that替换为if 而刚刚说过if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 是否 所以呢 这个句子就可以非常好的翻译出来了 叫做 我想知道 他是否是一个医生 我想知道 他是否是一个医生 I want to know if he's a doctor 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哈 他的语序呢 和这个中文非常的接近 我想知道 他是否是一个医生 你唯一改变的呢 就是把主语挑到这个if的前头来了 他是否是 而不是 是否他是一个医生 对吗 所以呢 从理解起来呢 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 帮助大家总结和分析了 编语从序的第二种卫行 一个主语 然后再加卫语 下面呢 加一个词叫if 再加一个一般疑问句 只不过呢 这个一般疑问句 要用陈述句的语序 因为if已经表达了 是否这个疑问的意思 所以呢 就不能是is he了 而是he is a doctor OK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多练几个句子 他们以前在北京吗 这也是我们很容易说出来的 过去是 所以呢 咱们用war开头 而叫做 were they in Beijing were they in Beijing 有人在导师 以前呢 你怎么不翻译以前呢 请问 这个句子当中的were 能不能告诉你 这就是过去的事啊 当然可以啦 在英文当中 一个句子的实态 是通过动词来告诉你的 是吗 而不是通过具体的某一个词 你要深深牢牢记住这一点 所以呢 were they in Beijing 就是他们以前在北京吗 好 那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句子放到这个里头去 叫做 我想知道他们以前在北京吗 我想知道他们以前在北京吗 好 我想知道呢 我还可以用I want to know 或者I wonder都行 下面请问大家 刚刚说过这个句子 不能以一般一问区的身份存在 而要改为一个陈数句 那怎么变呢 对的 were还会去呗 变成they were in Beijing 当然 还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if 所以这个句子出来了 I want to know if they were in Beijing 我想知道他们以前是否在北京 有人说老师 那你刚说的这个 我想知道他们以前在北京吗 和我想知道他们以前是否在北京 意思一样吗 当然一样了 这个中文是否在北京 和在北京吗 是不是没有什么大区别 你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举更多的例子 请看 他打算去吗 这是一个将来史 对不对 打算去吗 所以呢 我们用will放到最前头 叫做will he go there will he go there 好 下面我要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知道他打算去吗 I want to know 好 由于现在大家已经熟悉了 所以你可以把if 马上就放在这 然后呢 把上面那个句子变为陈述句的语序 叫做he will go there 所以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叫I want to know if he will go there I want to know if he will go there 好的 再往下一个句子 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言下这一说啊 到现在为止 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完成这件事情 那就是现在完成时刻 叫做have you watched the movie have you watched the movie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说 我想知道 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好 那就是说呢 要把这个放在I want to know后边了 对不对 好 同样的道理 我先把if放在这里 然后把上面那句话 have you watched 改为陈述句语序 叫做you have watched the movie 所以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叫做I want to know if you have watched the movie 好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起来好像需要把原来那个疑问语序 变一下 然后再加if 但是当你熟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一点都不难 好了 接下来你喜欢红色吗 很简单 Do you like red Do you like red 因为喜欢是动词 所以我们要借用于do来提问 对吗 好了 那接下来我想说 我想知道你喜欢红色吗 I want to know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词叫if 接下来把这个句子变为陈述句语序 请问怎么变呢 怎么变呢 比如说you do like red 想想 这个地方呢 和刚刚的一般议论句是有差异的 因为刚刚那些词 我们都是可以提到钱到去再还回去的 请问大家 这个do是我们提前的东西吗 不是的 当时咱们只是借来用了一下 现在你不用了 那就还回去了呗 所以呢 do是不需要的 直接变为you like red 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 整句话就是 I want to know if you like red I want to know if you like red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昨天去上海了吗 这是个过去式 所以叫做did he go to Shanghai yesterday did he go to Shanghai yesterday 下面呢 我想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知道他昨天有没有去上海 或者我想知道他昨天是否去上海 我想知道他昨天去上海了吗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怎么说呢 I want to know 好 这个句子 did he go to Shanghai当中的if 这个句子当中的did 原本和do一样 都是咱们借来用一用的 对吧 现在不需要了 那就还回去呗 所以呢 你就把did去掉就可以了 但是你发现呢 我单独去掉 还是不行的 因为你要表示昨天的意思啊 过去式 所以呢 它原本的go to 你要把它改为过去式形式 叫went to 然后再加上if 所以这个句子叫做 I want to know if he went to Shanghai I want to know if he went to Shanghai 时间创语呢 你可以加在最后面 叫yesterday 这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不重要 关键时间会大家 这个前面的怎么变 OK 所以呢 大家发现没有 刚刚所举的两个例子呢 由于有do和did 因此呢 大家在变的时候呢 就要在思路上 不能完全依赖于 什么提前还回去这个思路 因为它们原本都是注动词 借来用用的 现在要还回去 OK 好了 那其实呢 以上的例子就已经把 刚刚所说到的这里的 一般疑问句的大部分类型 都讲到了 因为疑问句一般都是 提前或者是进了一个词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两种类型 我们都讲到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重复一遍 悲语从句的第二种类型 种语谓语 然后加f 加一般疑问句 但这个一般疑问句 需要用陈述句的语序 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 对吗 好 那这是第二种类型 下面我们要隆重介绍 第三种类型 也是悲语从句的 最后一种类型吧 没有了 一共就这三种 好 请看 现在呢 引导词也不是f了 而要变成其他的词 比如说 what who 比如说那还有吗 点点点 是的呀 几乎所有的特殊疑问词 都是可以在这里充当引导词的 所以呢 我们所熟知的 which why where whose 全部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在后面要加的是特殊疑问句 但事实上呢 这些what who 原本也都是特殊疑问句 里头的那个疑问词 但是共同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也得改为 陈述句的语序 也是不能问的 好了 因为有了刚刚一般疑问句的基础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很快举例子 请大家来看 第一个 他是谁 who is he 大家很熟悉 下面呢 我想说 我想知道他是谁 那就是 I want to know 好 请大家把who is he 变成陈述句语序 那就是who he is 就说老师 这个地方我还需要 考虑一下这个引导词的事吗 不需要了 因为其实这里的特殊疑问词 who 已经转变为了一个引导词 它原来是什么 你还是什么 所以呢 其实特殊疑问句 做根语是特别简单的 要比一般疑问句更容易一些 好 那句子就可以了 叫做I want to know who he is 好的 再来一个句子 你昨天在哪呢 叫做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一看是过去时 对吧 where were you 好了 那接下来请大家来看 我想知道你昨天在哪 叫做I want to know 好 请你把这个句子 变成一个陈述句的语序 叫什么呢 其实就是把动词和主语 换一下个呗 那你想想动词是where 主语是you 叫个叫做where you were yesterday 后边不能再问号了 句号了要变成 跟上面句子是一样的 都要变成句号 好 那我们再说一点 叫I want to know where you were yesterday I want to know where you were yesterday OK 好的 继续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他没回来 那就是将来时 叫做when will he come back when will he come back 然后呢 我要放到句子当中去 我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叫做I want to know 好 他什么时候回来 把will放到后面去 叫做when he will come back I want to know when he will come back I want to know when he will come back 这就可以了 好了 下面我们继续来举例 请开这个句子 你读过什么书啊 你读过什么书 言下之意是到目前为止 你读过什么 所以用现在完成时是最合适的 叫做what books have you read what books have you read 注意哦 这个read需要读成read 而不是read 因为开始过去分词了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我想知道你读过什么书呢 好 需要把这个句子呢 改为陈述句里去放进去就可以了 那对于大家来说 真的不难了 叫做what books you have read 所以呢 全句就是I want to know what books you have read 所以呢 其实一般一文句要比特殊一文句 简单容易 对吗 好了 继续 你喜欢哪辆车呀 which car does he like 就是他喜欢 你喜欢就是which car do you like 那现在呢 我要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知道他喜欢哪辆车呢 好 因为用到了does 所以刚刚说过 呃 原本是来借的 对吧 现在还回去 不要了 那就变成了which car he likes 我把这个does还走之后呢 仍然要体现三单的形式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like 后面需要加个s 以表达三单形式 呃 上面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当时在49个的时候说过的哈 由于does已经表达了三单 在一个句子当中 只要有一个动词 去表达人称实态就可以了 所以呢 啊 这个like就还原原形 可是现在does没有了呢 那就需要在like行上面去表现了 因此呢 这个句子就叫做 I want to know which car he likes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 你喜欢什么礼物呢 What present do you like What present do you like 下面我想说 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 对于大家来说也不难 怎么说呢 I want to know what present you like 可以了 因为这里面是这个you like 也不牵扯到三单形式 所以就直接变就可以了 再说一遍 I want to know what present you like OK 行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所说到的 有关于编语从句的第二种 和第三种类型 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只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 不论是一般疑问句 还是特殊疑问句 都得是陈述句的语续 第二呢 就是在一般疑问句的 这个类型当中 需要加一个if 作为引导词 来表达疑问的这个意思 right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了 所以呢 这就是编语从句的 所有种类了 再没有了 一共就这三种 等大家学到二册三册 也没有了 就这些了 OK 好的 那以上我们所说的是 有关于种类 还有语续的事 接下来就进入到 今天的第五件事了 如何识别一个编语从句 未来呢 大家有可能会面对到 一大篇的文章 而这个文章当中呢 有可能你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 长的 又比较难的句子 那我怎么样能够 一眼就能认出来 哦 这是编语从句 然后我很快就可以 把它框架列出来 很快就可以 把它的意思 guess的 那 其实呢 是有一套方式和方法的 这套方式和方法呢 是建立在 你刚刚对于编语从句的 种类的理解和了解 基础之上 来吧 如果一个句子长成这样 它一定是编语从句 请看 首先一个动词 当然这个动词呢 因为要接编语 所以它一般都是 极物动词啊 接下来呢 它在后面加个but 接下来呢 它有可能在后面加个if 当然有可能加其他的词 比如说what when where which 等等这些词 我就不一一的写了 然后呢 在这些词的后面 又加了一个 完整的句子 长成这样的 肯定都是编语从句 也就是说呢 其实啊 在识别整个编语从句 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是不是 在一个动词的后面 加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只要是一个动词后面 加完整句子的 那一定是句子做编语 对吧 因为动词后面的都是编语 当然 是不是百分百这样呢 有些时候还会有一点点例外 因为在编语当中 是不是还有一个 双编语的情况 所以呢 请看 如果长成这样的 它也属于编语从句 呃 只有动词的后面呢 先加了个sumbly 也就是说这个sumbly 已经是第一个编语了 接下来才是that if或者是其他引导词 再加一个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说 识别编语从句呢 就这两种微型 要不然是在一个动词后面 直接加了个句子 要不然是在 这个动词后面 先加了个sumbly 又加了个完整的句子 当然 这里的引导词 我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重要的是 你要判断这后面 是个完整的句子 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未来当你看到一个 纷纷复杂的一篇 大文章的时候 识别编语从句 就是靠这个方式 当然在二侧当中呢 我们将会学到 更多的符合句 而且呢 去识别这个符合句 到底是编语从句 还是定语从句 还是表语从句 同语从句 主语从句 对于大家理解长单句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呢 在一侧当中 你就具备了 如何识别一个编语从句的能力 那是超强无敌的 等到你学到二侧的时候 是相当之容易的 好的 那学会识别了之后呢 告诉我 你昨天干嘛了 这个意思 我可能会马上get到 但是呢 如果说 我举这个例子 正好是比较短的 但是如果是长的时候 有些时候分析句子成分 是可以帮助你理解句子意思的 那这个句子 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 比如说to 是不是一个动词 是的 接下来的me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刚刚所说的standard 也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第一个编语了 接下来你看一下 you did yesterday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有人在质疑 这是吗 现在你应该对于 简单句的判断非常熟练了 有主语有卫语 那就是句子呀 you主语 did是卫语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因此 tell me what you did yesterday 是一个完整的 非常标准的 呗语同句 就属于刚刚所说的第二种微型 在动词后面加卫语 又加了个完整的句子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 he asked me when I would get married 他问我 我啥时候结婚 那请看 这是主语 he 然后asked 是卫语动词 问的是我 me 所以我呢 是卫语 那也就是说 这里已经有非常完整的 主为兵结构了 比如说那还能加吗 当然是可以的了 因为相当于 它有两个兵语 对不对 me是第一个兵语 然后下面这个句子 是第二个兵语 所以这也叫做句子做兵语 那也属于兵语同句 好 我们一块再来读一下 he asked me when I would get married 这就可以了 所以刚刚所讲到的 这两个例子呢 都属于识别 兵语同句当中的第二种类型 就是已经有了三百里 然后再加句子的类型 OK 好的 那以上五点呢 是兵语同句当中 特别特别关键 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们现在再一一的说一遍 第一 什么是兵语同句呢 一句话 句子做兵语 第二 兵语同句的实态 有两个结论 也只有两个结论 主句是一般现在 从句随便 主句是一般过去呢 从句要相应的过去 接下来的语续 你要记得 随便它是一般一文句 还是特殊一文句 都得还原为一个陈述句 再接下来 就是兵语同句的种类了 种类呢 只要包括三种类型 用that来引出的 一般都是引的一个肯定句 用if来引导的呢 是一般一文句 用what who which 等等这些词 特殊一文词引导的呢 都是什么来着 对的 叫做特殊一文句 所以兵语同句 一共就这三种类型 那当然在类型当中 我们就把引导词也说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识别 刚刚说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对吧 一个基础动词后面 直接加一个句子 或者基础动词后面 先加了somebody 再加一个句子 这都属于兵语同句的范畴 OK 以上五点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呢 要补充最后一点 有关于病重句的否定前仪 什么叫否定前仪呢 来 咱们现在来看例子 我现在说两句中文 请你告诉我 这两句话意思一样吗 第一句 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第二句 我不认为你是对的 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我不认为你是对的 请问大家 这两句中国话 意思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意思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吧 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和我不认为你是对的 反正就是你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两句话 虽然表述不同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好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把它们翻译出来 比如 I think you are not right 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第二个 I don't think you are right 我不认为你是对的 是不是字面上 我可以翻译出来 这两种说法 但是 从英文的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 第一句是不对的 是错误的 而第二句 才是在英文的语言当中 符合他们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达 这就叫否定前移 也就是说 在这类型的背语从句当中 如果从句里面有否定形式 You are not right 就是从句 对吗 这个not是一种否定形式 这个否定形式呢 不能放在从句里面 你得把它调到前头来 调到主句上 去否定think这个词 所以是 I don't think you are right 所以呢 即便你想说 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英文翻译 也必须说成第二种类型 I don't think you are right 这就叫否定的前移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很快的做一些口头的练习 我不写出来的 不写出来的目的呢 是让大家更好的练习听力 因为我要写出来 你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你要用 这个大脑 快速的指挥你的嘴巴说出来 这才是比较牛的一种能力 来 请听哈 我说汉语 你来翻译英文 好吗 我认为呀 今天天不好 我觉得今天天不好 好 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你得说成 I don't think it is fine today I don't think it is fine today 我不认为今天天好 必须得这样说 因为这个否定 必须前移到主句上来 对吗 好 第二个句子 我觉得他不帅 我觉得他不帅 他不帅 英文得说成什么呢 I don't think he is cool I don't think he is cool 我不认为他帅 这才是他不帅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在宾语同句的否定前移 这个板块 是很多中国人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 特别难转变过来的一种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经常在听老外说 I don't think he is right 这种话的时候 经常会翻译为另外一种表达 或者说不太理解 他们想说的是啥意思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还不知道 在宾语同句当中 有这样一种否定前移的事情 好了 当我们在反思这个悲女同句当中 为什么会有否定前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其实是因为 汉语的表达 不够严谨造成的 因为你发现汉语这样说 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我不认为你是对的 都是可以的 对吧 可是在英语当中 他不能够容忍 这两种表述 去表达同样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另外一个方面 也能够说明 也能够看出来 英语严的精准追求 他对于精准是要求很高的 所以他才会有 只能以一种为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举否定前移的特例 请看 下面我仍然说两句话 你告诉我 这两句话意思一样不一样 第一句 我知道你是不对的 我知道你是不对的 第二句 我不知道你是不对的 我知道你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你是对的 请问 这两句话的汉语意思 中国话 意思一样吗 完全不同 对吗 你发现他们所表达的意思 是彻底不一样的 我知道你不对是 你不对是事实 而且我也知道 对不对 第二句 我不知道你是对的 你对是事实 可是我不知道你对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发现这两句话 所表达的意思是 完全不同的 那现在我要翻译了 第一句 我知道你是不对的 I know you're not right 第二句 我不知道你是对的 I don't know you are right 比如说 那我需要前移吗 比如说 是不是这两句 也有一句是不对的呢 事实上这两句话 都是对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两句话当中的 否定形式 I know you're not right 是可以的 I don't know you're right 也是完全可行的 比如说 那这个就不用前移了 是的 在这两句话当中 是不需要前移的 为啥呢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not 移到前头来 那就相当于把这个句子的意思 彻底改变成另外一种了呗 所以呢 由于在中文当中 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那自然在优语当中 就有不同的翻译 所以呢 就不需要前移了 于是你肯定想的 老师那啥肉前移呢 好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在编语同学当中 凡是需要前移的 通常都是用来表达观点的 这几个词 比如说I think 我认为 还有I believe 我相信 还有I feel 我感觉 就是通常这种表达观点的词 才需要否定前移 我知道呢 它是一种特别 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 而我认为 我感觉 我相信它都是相对主观的 而且呢 也就是只有这几个 表达观点的词 在汉语当中 才会有不同的说法 表达同一个意思 所以在英语当中 才要求否定前移 其他都是不需要的 像今天这个I know 我知道 这就完全不需要 Right OK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要说的有关于 编语同学的六大点 全部讲完了 在这个整个编语同学的 这个范围当中呢 其实大家了解了 这六大点 已经算是掌握的 非常之全面了 到了二侧呢 也无非就是复习这些内容 所以今天听完课之后呢 请大家尽量 还是能够找到 编语同学配套的练习题 能够把以上所说到的六点 都能复习到 练出来 现在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左边的图片 我们以第一行图片为例 来解释 请看第一个 这男的问了 Are you tired? 你累吗? Why are you tired? 你为什么累呢? 然后你看这老太太 101课那位老太太 听不清楚 然后就问 What does he want to know? 他想知道什么呢? 还有 What does he want to know? 又问一遍 哎呀 所以呢 大家发现另外一位女士 出来呢 就要为他转述 就要告诉他 到底这男的想知道什么 所以呢 他转述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叫做 He wants to know if you are tired He wants to know if you are tired 那大家可以把 第一个图片下面的 Are you tired 划横线 然后把这个句子 He wants to know if you are tired 划横线 if you are tired 划横线 你会发现呢 其实就是把 Are you tired 放到了一个 闭语从序的下面 然后呢 加上了if 把are you 变成了you are 对吗 好 接下来又转述了一遍 He wants to know why you are tired 他想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累呢 所以呢 你可以把第一个图片 和他再做一个比对 第一个图片当中的 Why are you tired 大家可以划下来 然后再来对比这句 Why are you tired 其实呢 就是把why are you 变成why you are 对吗 这就是在 闭语从序的 使用过程当中 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在140课当中的 这个练习题里头啊 不断不断的出现 让大家去使用 闭语从序的 这个练习 所以呢 请大家来 从B部分开始做 每一道题 都要非常认真的对待 好吗 大家可以先看例子 B部分 Are you tired Why 你累吗 为什么呢 然后就说了 也就是说 这一个句子 我要说四句话 第一句话是 I want to know if you are tired 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很累 第二句话 Tell me if you are tired 告诉我 你累不累 还有第三句 I want to know why you are tired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很累呢 还有 Tell me why you are tired 告诉我 你为什么累 所以呢 接下来 大家看到这里面 有四个小题 每一道题 你都要写出四个句子来 每一道题 要写出四个句子来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以第一个句子为例 剩下的请大家来自己做 请看第一道题 Are you late Why 你迟到了吗 为什么呢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说第一句话 我想知道你是否迟到 叫什么来着 I want to know if you are late 要把are you变成you are 接下来 告诉我你是否迟到 叫做 Tell me if you are late Tell me if you are late 和上面那个是英文一样的 好 下面要回答的是why 为什么呢 嗯 他说 I want to know why you are late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知道 I want to know why you are late 还有 告诉我你为什么知道 Tell me why you are late Tell me why you are late 所以呢 每一道题呢 都是这样的做法 因此呢 济南现在特别认真的 然后把后边三道题也做出来 就直接写在书上 因为书上那空白点也足够大 大家随便写 OK 好了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C部分的练习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其实练习到底是 现在进行使这个实态 放到悲哟同学之后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例子 Are you reading What 你正在阅读吗 读啥呢 然后呢 针对这一个要写出四个句子 请看 I want to know if you are reading 我想知道你是否在阅读 Tell me if you are reading 告诉我你是不是在阅读 还有 I want to know what are you reading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are reading 我想知道你在读什么 还有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are reading 或者Tell me what you are reading 告诉我你在读什么 好了 那下面我们就从第一个题开始做了 请看 Are you writing 你正在写吗 What 写什么呢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要修的第一个句子是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写 叫做I want to know if you are writing I want to know if you are writing 就可以了 好第二个句子 告诉我你是不是正在写 Tell me if you are writing Tell me if you are writing 接下来是what在写什么 我想知道你在写什么 叫I want to know what you are writing 还有告诉我你正在写什么 Tell me what you are writing 这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并不难 关键就是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陈述句 第二个不要忘记if 这个if是不可以守约的 因为它是表达意思的 是肯定不可以守约的 OK 好的 那这是c部分练习的 是现在进行试 下面请看第一部分 这里练习的是一般过去试 一般过去试呢 其实要比前面的难度要更大一些 因为这里牵扯到did 不要还是不要 不要之后 动词是不是还需要做出改变 所以第部分的练习 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好了 请看那个例子 Did Tom go to bed early? When? Tom睡觉早吗? 什么时候睡的呀?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所对的四句话 第一句 I want to know if Tom went to bed early 我想知道 Tom睡觉是不是很早 大家看到的是 went to bed went to bed 也就是说 这个did去掉了 然后呢 动词go to 就变成过去试 叫went to 所以下面的所有变化 都是基于这个变化而来的 OK 好了 那接下来请看第一道题 Did Tom get up early? Did Tom get up early? When? Tom起床早吗? 什么时候起床的?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写出四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我想知道 Tom是否起床很早 叫做 I want to know if Tom got up early 注意哦 这个起床要变为 过去试形式 Got up 第二句 Tell me if Tom got up early Tell me if Tom got up early 同样的 要用过去试形式 Got up 接下来呢 是我想知道 Tom什么时候起来的 I want to know when Tom got up I want to know when Tom got up 接下来还有 Tell me when Tom got up 告诉我 Tom什么时候起床的 那因为我问的是 什么时候起床 所以这个early 就不能再用了 用了就有点矛盾 因为你不知道时间 然后你又用early 这就矛盾了 OK 那下面三道题 请大家非常认真的 同样的写出来 好吗 如果大家能够把 宾语从句的六大点 都理解了 掌握了 同时能够把这些题 做出来 其实大家已经得到了 很好的宾语从句的 应用能力 再说一个话题 宾语从句在 口语当中 有人总是觉得 宾语从句这么复杂 这么麻烦 那是不是只在 书面语当中用 口语里面 是不是太难 太麻烦 没有人说呢 不是这样的 宾语从句呢 是口语当中 非常常用的 一种表达形式 非常日常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举三个例子 主要想告诉大家 一件事 就是尽管是在 口语里面 说出来的 同样也是需要 注意到 文语从句 必须应该 遵循的那些规则 尤其是 语序的规则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个 特别口语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这是咱们经常说的 I don't know 你在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两句 如果单独说 我都可以非常熟练的 表达出来 但是呢 由于你要把 你在说什么 放到我不知道的后面 变成一句话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考虑到 与序 叫做 I don't know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而不是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是特别 作为重要的一件事 再说一遍 I don't know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 做一个口语句型 记下来 下次说的时候 你就不会犯错了 好 第二句话 我忘记早吃什么了 我这脑袋 好 我忘记了呢 咱可以说 I forget I forgot 都是可以的 早饭吃了什么 这句话怎么说呢 叫做 What did I eat for breakfast What did I eat for breakfast 可是呢 现在我要把这个句子 放到变一种句当中 所以是不是要 转化成一个 陈述句的语序 所以看好了 叫 I forget I forget what I had or what I ate for breakfast 所以这里的 did去掉了 然后呢 原来的eat 就要变成 had 或者是eat 这个过去式 才能表示我早上吃了什么 所以这是个很口语化的呀 但是呢 很容易错的 因为语续用的很容易错 然后呢 这个did 这种柱动词的使用了 之后呢 也特别容易 影响到 十一动词 形状的用法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把它 记得一个固定的口语表达 好 接下来 我想知道 它在干嘛呀 我想知道 I want to know 它在干嘛呢 What is she doing 那现在呢 要把它们合成一句话 就得改为 I want to know what she is doing I want to know what she is doing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三句话 读一遍 第一个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第二句 I forget what I had fo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I forget what I had fo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I want to know what she's doing I want to know what she's doing 好了 最后总结一点 编语从序在口语当中 时刻都会用到 所以呢 大家需要对于今天所讲的 编语从序的那些注意事项 非常的熟悉 才能够脱口而出 OK That's all for the start Bye Bye